上一集我们初步了解了棒球比赛中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以及击球员如何利用安打帮助队友上磊甚至得分 有时击球员甚至不惜自己出局来推进队友上磊 这种进攻战术被称为牺牲打 第一种常见的牺牲打是依靠地滚球推进队友 举个例子 假设场上已有一名跑累员在二累 击球员将球打到右边方向 这时二累的跑累员要奔向三累 而击球员则要向一累跑去 当那场手接到了这个地滚球后 必须快速做一个选择 是要将球传到三累去触杀跑累员 还是把球传到一累去解决击球员呢 大多数情况下 那场手往往会选择传球到一累封杀击球员 Why? 一累距离防守球员更近 同时因为距离较远 传三累的难度更大 也容易花费更多的时间 所以防守球员更多会选择成功率最高的一累 这样击球员就成功牺牲了自己 而帮助队友从二累推进到了三累 这季牺牲打也是进攻中优秀团队协作的体现 除了地滚球 高飞球也是击球员推进队友的有效方式 你以为高飞球像他的名字一样 飞得又高又远可以让你有很多时间跑累 不不不 这里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高飞球小规则 仔细听 高飞球如果被接住 接球员被揭杀出局 跑累员必须从他原本所在的累位出发开始跑 才能算有效的跑累 如果跑累员提前离开累位而球被接住了 他需要重新返回原本累位 如果跑累员没有及时回到累位 防守球员只要拿到球并轻财累包 此跑累员直接出局 是不是想替跑累员大喊一句 我太难了 假如你是跑累员 如果你有自信这个高飞球不会被接住 那就应该马上开始跑 往本累冲冲冲冲 如果你判断球会直接被防守场员接住 此时你就应该站在累包上确保安全 等球被接住再前进 但通常你可能拿不定主意 这时可以选择先往前跑个几步 取得一点领先优势 如果球没被接住 就直接继续向前冲 如果球被接住了 立刻跑回累包再出发也可行 这可以说就是对跑累员来说 最困难的终极生死判断题了 虽然说击球员被接杀后 跑累员要从原本累包开始跑 但是只要高飞球飞得够远 跑累员还是有足够的时间 安全跑到下一个累包 这种球被称为高飞牺牲打 击球员牺牲了自己推进队友 高飞牺牲打对进攻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如果三累上有个跑累员 他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直接跑回本累得分 因为从外场精准传球 回到本累触杀三累来的跑累员 是非常难的 但如果发生的话 比赛也会特别精彩 注意 高飞牺牲打只能在进攻没有人出局 或只有一名球员出局时发生 因为如果进攻方已经累计了两次出局 那么被接杀的击球员 就是第三名出局球员 这局进攻将立刻结束 所以我们说出局不一定是坏事 牺牲打就可以帮助一个甚至多个队友上磊 前面两集我们解读了棒球进攻团战 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棒球场上 防守一方的团队协作了 请大家期待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